好 大家可以聽到剛剛用東方樂器 這個是二斧跟琵琶 然後再加上我們所謂的 現在的流行的流行音樂的樂器 大家看到爵士鼓啊 電吉他電貝斯還有tivo 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成為一個比較類似流行國樂 這樣子的音響概念 所以其實大家對於這樣子的 聽起來會蠻舒服還蠻習慣的 因為你們在聽流行樂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音樂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呢 下一首曲子我們要帶到 今天的第一朵花 這朵花呢 是油童花 大家知道油童花是哪個 我們台灣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主曲 大家知道嗎 客家 沒錯 那這個客家文化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而且非常深的 那這一首曲子的作曲者呢 是我們的陳映淳老師 也就是現在換了位子 現在在打爵士鼓的這位小帥哥 你知道嗎 但他年紀輕輕對不對 其實呢 他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位打擊高手 但是他也會作曲 這首冷泉 油童花 主要呢 講的 用的元素是這樣子 他用了爵士藍調 然後再加上客家的老山歌 把這兩個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們等一下會聽到很慵懶的感覺 但是會聽到老山歌的曲調在裡面 再來呢 中間的快板呢 很有趣喔 這個客家的一個 有一個傳統的戲叫做 客家三角彩茶戲 有點繞口 反正呢 他就是有三個角色 然後是彩茶戲這樣子 那這個三個角色呢 通常呢 就是 一個年輕的情侶 一男一女 然後再加上一個 呃 揮斜的老頭 那個揮斜的老頭呢 就是年輕的男女 他們就是 呃 想要談戀愛 但是還沒有開始 就是一點點蒙那個 那個 愛的火花在開始的時候 然後旁邊有一個老頭 因為他已經 經歷了人生沙桑 然後就在旁邊這樣子 那個大脆垢這樣子 所以呢 他就有我們這首曲 就有這個三個樂器組成 那就有二胡琵琶跟吉他 那當然就是 年輕男女 就是由二胡跟琵琶 這樣看起來很素配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的老頭就由 吉他來擔任 你今天怎麼這麼利而順受 好 所以 等一下 你就可以聽到這個快板的時候 會有這樣子 那個三角的一個 在互相對話的感覺 好 請大家欣賞 油童花冷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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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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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